泰國布吉島附近有個著名海島 這個海島最大賣點不是水晶沙嶺 而是曾經拍過荷里活大電影 沒錯, 還是詹姆士邦片 是這個鐵金光大戰金槍銜 於是這個海島又明明詹姆士邦島 My name is Wu, Roger Wu 今次充足給你們新態度 除了有美好的開展外 兼且會見到我 不是穿著胡惟聰的地方T恤 所以穿著一件詹姆士邦的T恤 就是羅渣摩拉 為甚麼呢 因為今天要介紹的是 全泰國應該是全亞洲區第一間 鐵金光007博物館 其實這個博物館的起源 就是因為在1974年左右 鐵金光大戰金槍客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即是羅渣摩拉的第二套幫片 在泰國取景 除了曼谷之外 亦都在布吉島拍 有個鐵釘山 就拿了做金槍客的基地 從此之後那個地方 就叫James Bond Island 但是說真的 所謂James Bond Island 就是只有那個景 那個位置 其實其他東西 都跟James Bond沒有關 但今時今日 跟它有關 因為在鐵釘島的碼頭之上 旁邊就建了一個博物館 博物館裡面 就有所有 跟這套戲有關的事情 以及跟James Bond有關的收藏都有 看看吧 林朗滿目 化妝品部有香水 洗面膏 手錶 靈態 筆 然後在那邊 玩具車 打火機 小雪 菲林 公仔 全部都是跟James Bond有關 而大部份 亦都是跟The Man with 波頓根 這套戲有關 這套戲裡面 James Bond用的秘密武器 就不太多 但總有一些新奇的事情 可以這部車 會飛天的 這個道具 在戲裡面出現過 又或者 James Bond在微南河 追逐 就有這艘艇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有羅渣摩亞的公仔 還有這些 當年這套戲的一些劇照 相機各方面都有 這裡 新康納利的頭都有 面具 新康納利的公仔 皮亞斯布斯蘭的公仔 羅渣摩亞的公仔 Austin Martin的車 還有這個就女飛鏢 就是在太空城裡 大了的手 在飛鏢射出來的 金槍啊 金槍客用的金槍 在這個博物館裡 你可以看到 在鐵金剛大戰金槍的電影裡 很多場景 都放在這裡 讓你合照留念 對 謝謝M 謝謝 若然大家當年 在鐵金剛大戰金槍這套戲 都會記得 這個場景 其實就是當年 在香港海對出 伊利沙巴皇后沉沒了之後 英國的特務 就在那裏 做了一個基地 M的辦公室 就在這裏 James Bond走進來找他 裡面 因為是沉船的關係 所以有些位置 是倒轉了 是不是都挺真 不過我最喜歡 和最有親切感的 就是 這張大海報 鐵金剛 大戰金槍客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法國版的大海報 為什麼這麼親切感呢 因為來自我家 連我也上了榜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沒有它 因為在這個博物館裡 看到很多細眉細眼 濕濕清醒的紀念品 其實全部來自我 我除了是泰甸粉絲 也是一個 芝士邦粉絲 我家裡有很多收藏 他們一聲號令 找我幫忙 泰旅屋的東西 當然要幫忙 幫助泰國旅遊業 也好 起碼我死了 我媽媽不會當垃圾 拿它去買 還有一件事 就是回避充可以真真正正 對泰國旅遊業 作出一些實際的貢獻 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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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D